我心里我肯定不舒服 我知道儿子结婚的时候 有必要哭的那样子吗 这应该是小事 对 他过得很烦 我就是伤心 我自己觉得 我觉得我丈夫做了 我一个人把他们搞进来 好不容易 我觉得我一个人 本来到那里 我们就是农村习惯业 来得到有一点 到那里拜堂 他们要把我拿到 那个一位置上去做 有一次我老公在我家 我觉得好像就是高兴 想到自己伤心的 也不是去管他 我当个大情侣 那我理解你这个哭 其实是感叹自己的不容易 而不是对这个儿媳妇 有意见有不满 是他对我有意见 他真那样子 我们有一个朋友 他是接近我婆婆那边的 结婚的那一天 他说叫你的伴娘到楼上 去看有没有人 有人的话 就全部把他叫下来 但是我都不知道 那是什么意思 后来他肯定听到 他意思就是好像 我还没进门 就要踩在他头上一样的 他就很 反正他就那天 他就哭得特别厉害 我不知道他具体是 因为这件事 他后来还跟别人说 他说 但是我这个媳妇 他说进门第一天 他说我就知道 他不是我喜欢的内心 他说 胡女士说 按照当地的公诉习惯 新媳妇进门的第一天 如果婆婆在新媳妇楼上的话 就相当于踩在儿媳妇的头上 在婆媳关系中处于上风 因为自己伴娘的一句话 传到了婆婆耳中 婆婆觉得权威被挑战了 故意让自己难堪财富 根本就不是敢怀往事 那么婆婆的哭 究竟是不是如儿媳妇所说呢 他现在想的这句话 我根本都不知道 就是我儿子就跟我说这句话 他们那边说 叫你不能到楼上 我干嘛要到楼上 我大媳妇 我也没到楼上去 我也到楼上去干嘛呢 你知不知道儿媳妇不高兴了 我不知道 我从来他今天说起来 我不知道 我一直到现在不知道 他那时候也没有问过 他没问过 我也没说过 姑女是不了解当地独特的婚宿 只觉得自己一进婆家 就吃了哑巴亏 而且婆婆看起来老实 其实收拾人从来不露本机 进门第一天婆婆救护 而这才是个开始 姑女是很快发现 在智力儿媳妇方面 婆婆有绝招 正月十八结婚了 正月还没过 我婆婆就一个人 坐在那个客厅里哭啊 哭得很伤心的 又开始哭 对 我莫名其妙的 我不知道她干嘛哭 但是我已经没去问她 我叫我老公 我说你就问问你妈妈干嘛哭 你知道她怎么说 她说 她说家里面没有一个人 把她当人 把她当牛种吧 她意思就是我们不做家务 从她哭了一天以后 哭了一天以后 我从第二天 我就跟我嫂子 就说轮流 就是说 就自己做饭吃 她带一个小孩 我怀着孕 我们就自己能留 做她饭吃 说实话 我心里确实不舒服 我是怀着孕 到你家里面来的 你说我才嫁过来几天 你就这样子啊 我当时也是特殊情况 我怀孕是不是 我觉得我没有这回事 她家生育 我好像她结婚之后 我好像没哭 我也没这样 只想她 没不住室 我好像没有 我觉得对她来 她心里已经 第二次不满的时候 你还根本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 她这年回讲 这年连事 我都不知道 她不高兴 婆婆对于一哭二哭的解释 我们似乎都能理解 可当初的场景 显然在新婚不解的 胡女士心头 抹上了重重的阴影 也间接成为 导致热后婆媳关系 紧张的导火索 不过让大家感到不解的是 如此之小的事情 为什么儿媳妇 放在心上这么紧 难道真如儿媳妇所 说明明是自己受了委屈 可一哭二闹 三上吊的 确实是婆婆 胡女士说 真相旧 认识情况 我们把休息室里 正在带孩子的 王先生 请上了场 一边是妈妈 一边是妻子 她的出现 会让调解 发生怎样的转变 这个家里的经济压力 确实是很大 是吗 对 但是好像你妈妈承担了很多 对 为什么会让她承担这么多呢 因为我之前一个月的工资 也不是很高 然后有两个小孩 小孩子无论什么都需要花钱 就是说靠你们夫妻两个人 真的能力还不够是吗 因为有小孩需要带 她也没办法去上班 然后家里面就是我一个月 那时候工资是两件 七七八八主要花钱的 钱肯定不会够用 妈妈必须得来帮助你们才行 只有在她的办法下 才那个嘛 我可以理解 妈妈肯定也是非常愿意 来做这件事情 对吧 对 但是就是刚才你也定到了 他们婆媳二人在 比如说这个经济问题上 导致的婆媳问题 甚至你们夫妻的问题 你怎么看 他们两个人代沟太大了 代沟 对 反正就是两个人观点 观点非常不一样的 包括消费观是吗 对 包括消费观 妻子是认为我妈是针对她 你怎么理解你妈妈 其实我是觉得 我妈是没有针对她 因为这一个家确实不能 像之前 我 我家跟我哥 不是我妈在付出的 我觉得我妈没有错 你知道吗 我怀孕六七个月的时候 我跟她吵架 我站在那个 站在那个沙发旁边 她一下子给我推的 推的好远你知道吗 我生了之后呢 还没有半个月的时候 又再吵 吵来 她就 她就骂我 她叫我滚回娘家去 她说 她说你不要在这里 等我 你滚回家 她什么都在为她妈考题 从来没有站在我的角度 替我想一下 像我 我怀孕的时候 我晒衣服 一直在我们家四楼 我一直下来四楼楼顶上去的 你像 像她 她嫂子之前怀孕 她哥哥就会不 不停的嘱咐她妈妈说 她 她老婆怀孕得辛苦了 就不要晒得那么高了 就说晒得下面 在下面 打个 打个地方 晒得下面 但是我 我这个人 我就是这样子 有什么苦 我从来也不说出来 不干嘛 我就一直坚持着 拿两桶衣服 花了之后 真的很辛苦 真的 气都喘不过来 很多时候 我记得我老公 从来没有替我想过 这一点 我婆婆她 她也没有想过 虽然是多年前的往事 可是古女士 在现场的描述 让大家看到了 她在家里的孤独和无助 而当初王先生 不断躲闪的眼神 和婆婆董女士 沉默不语的神情 不禁让人想到 是否因为董女士 平时出钱又出力的 家长微信 让儿子站在了母亲的阵营 不敢说真话呢 为了再次证明 我们把在休息室里的 大儿媳 白女士请到了现场 这位在胡女士眼中 备受婆婆青睐的大儿媳 会如何评价 一席否和婆婆之间的问题 她的出现 会不会进一步 激化婆媳之间的矛盾 白女士 带来一个长时间的沉默 谢谢大家